英国新冠变种病毒的院内感染 目前至少有20个人确诊 医院也紧急封院 暂停接受新的病患 而最新研究发现 英国变种病毒不止传播 速度快 致死率可能也更高 而这也让各国的防疫工作 更加绷紧神经 新冠病毒全球肆虐 前线医护抢救患者疲于奔命 现在德国柏林一间医院 更爆发英国新冠变种病毒院内感染 最少20人确诊 就怕感染持续扩大 医院紧急封院 暂停接受新的病患 英国新冠变种病毒 之随令人文之色变 因为它不止传播率 比旧病毒高出七成 英国最新研究更发现 每1000名60岁的染疫民众中 会有10人因感染旧病毒而死亡 但有13到14人 因为染上英国变种病毒而丧命 这意味着英国变种病毒的致死率 比旧病毒还要高 面对病毒快速传播 辉瑞和BNT药厂的研究人员 公布最新实验结果 显示已经接种辉瑞疫苗的人 血液抗体中和的变种病毒 因此证明辉瑞疫苗对抗新冠病毒的效力 没有因为病毒株的变种而有所影响 另外一直支持疫苗研究的 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也在推特上宣布 自己已经接种第一剂新冠疫苗 他还表示感觉非常棒 希望分享自身经历 让许多对疫苗人有一律的民众 更有信心施打 记者综合报导